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黃俊宇 今天是2023年8月18日 星期五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那大的時事熱話 首先說說又塌碎 差點摘到一名老翁 老翁非常幸運 當時在做一件事被過一劫 是怎樣的情況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一邊商也說說熱話 話說有個內地男子來香港做地盤工 月入有多少錢 他大素辛苦 一個原因狂身就說賺再多的錢也沒有快樂 是怎樣的熱話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外也說說香港國大的最新消息 說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黃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黃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導 29歲的內地男子來港做地盤工 月入6萬元 大素辛苦 一個原因狂身就是賺再多的錢也沒有快樂 報導內文提到這位29歲的內地男子 在抖音上載多條片 講述在香港做地盤工的辛酸 影片當中穿上藍色工作服 戴上安全帽的事主 正在施工場地站立吃飯 事主說他在香港擔任地盤工人 每天上班八個小時 一個月休息八天 不用捱東西 免費火食 就說雖然累 但靠自己雙手賺錢很充實 不過有一點令到他相當無奈 就是沒有愛情 感嘆香港單身地盤工人 賺再多的錢也沒有快樂 亦說香港單身地盤工人除了工作 連跟他聊天的人都沒有 直指離婚的女人站出來 我在香港做地盤養你 不過事主亦在另一條片強調 其實甚麼行業都會累 只要習慣了就會好 在香港做地盤就是熱點 不過也好 趁年輕 儲多點錢 其他都不要緊 不要笑話他 因為他知道生活不容易 影片隨後被轉載到本港和內地多個網上群組 不少網友對地盤工的薪酬感到驚訝 就問地盤真的這麼高薪 亦有人說打地盤工很少有六萬元 但多勞多德的話就會有 亦有些內地網民表示想去工作 即是想來香港工作 就說我也想來香港打工 亦有人說我也想去工作 我不怕辛苦 不過亦有網友質疑事件的真偽 就說看到影片的男人的衣服這麼乾淨 一看就知道影片是假的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影片真是假不得而知 不過估計真的機會居多 另變相內地男子來香港打工 月賺六萬元 令很多內地網民都很羨慕 甚至很想快點過來香港打工 不過這個內地男子大套苦水 就認為賺得再多的錢也沒用 因為他沒有愛情 說兩件事來的 有緣就會遇到 不過不說不知 內地男子來到香港打地盤工 最新月賺六萬元一個月 另外亦也說本地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新蒲江荔警樓碩屎剝落堕行人路 老翁聽電話被過一劫 警方要封牢 報導的內文看到 本港接連發生碩屎剝落事件 在今天8月18日 新蒲江蟬慶街 60至64號荔警樓地下蟬逢之柱 有一幅藥膜1米乘2米的碩屎脫落 事件中無人受傷 消防接報上了雲梯並移除 其餘有危險的碩屎 警方現時將蟬慶街一段道路封閉 屋宇署人員也有到場了解情況 有賽檔的冬主向記者表示 事發時有一名老翁 行經現場突然聽到電話 於是停下腳步接聽 與此同時前面有碩屎剝落 幸好那個老翁聽電話被過一劫 翻查屋宇署資料 處方在2019年10月9日發出強制驗樓通知 不過那棟樓至今仍未獲遵從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那位老翁真是認真厲害 因為聽過電話停一停步 於是乎只差一秒 結果沒有中招 非常幸運 真的要還實 說近期杜杜杜石屎剝落 各位網友多加留意 出街的時間多加小心 另外也說說這件事故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樓浮山深灣路單線雙程 兩大車都各不雙揚互撞 報導的流行民看到 今天8月18日上午9時多 一部拖車沿深灣路行駛 途中一格旅遊巴來到 由於單線雙程路面狹窄 兩車各不雙揚 發生雙撞 旅遊巴車身傾側 壓住拖架 癱瘓整條路段 事件當中無人受傷 受事故影響 現場交通一度制塞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各不雙揚 結果兩敗驅傷 兩個都撞了 結果搞得很順盡 駕駛的時間 拜託不要心浮氣躁 讓一讓時間也不是差很遠 另外也說說這件消息 根據AM730的報道 有關近日說香港人口 香港年中增加了9萬人的流動人口 梁啟智估計多數屬於回港探親 報道幾久 提到移民潮之下 本工人口反而升了 統計處日前公布 2023年年中人口臨時數字 達到749.8萬 按年增加了15.2萬人 研究數據的香港學者 下跌落差 造成了人口增長的假象 以上來自AM730的報道 近期有個很有趣的數字 面對著移民潮 香港人口不跌反升 梁啟智是研究數據的學者 他留意到當中有9萬人是流動人口 加因入境處和統計處的計法有所不同 他被納入了統計處的數字 我們的人口多了 不過其實 作為流動人口 來到香港超過一個月 少過三個月走的話 其實這個數字變相地 兩個部門的計法都不同 梁啟智直言這個有機會造成人口增加的假象 因為當中有9萬人是來自一些流動人口 有機會是回港探親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不過有些數字可以給我們一些看事 包括當中有3萬人是持單程證來香港 零變相亦說在同一期移民潮的情況下 入境處的數字是有34萬多人是正宜出的 另外亦提提各位老友記的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有關過度性房屋 房屋局下個星期會推出住戶特別津貼試驗計劃 估計可以位及3萬5千人 報導的問題多了 房屋局下個星期推出過度性房屋住戶特別津貼試驗計劃 為住戶提供一次性的資助 幫助他們應付搬往新環境所需的開支 例如搬遷、添置家具、電器、孩子轉校、重新建立社區網絡等等額外支出 支援他們的搬遷及適應新的居住環境及社區 試驗計劃的總撥款額是8,520萬 預計為及約3萬5千人 當中要留意 現居於過度性房屋的合資格人士 是可以申請現金津貼試行計劃 而入住了簡約公屋的人士 就不能獲法津貼 在扣除上述津貼金額過後 兩者的租金支出差距不遠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有些新的津貼來自扶貧委員會 礦仔以前也是扶貧委員會的委員 以往這一類津貼的門檻不是特別高 通常試驗計劃 何謂試驗通常行三年 派一些津貼給一些搬到新環境的過度性房屋的住戶 能夠有些錢 可能幾千元說不定 因為撥款額八千多萬 受人數三萬五千人 到時怎樣分和怎樣派 未知 但至少被一些在輪候公屋 或者住在過度性房屋的人 就可以留意一下 遲些可能有新的津貼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